全台灣超過400萬人口的唯一大城市新北市 今年升格滿10年 同時也宣布接手辦理第四屆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由新北市長侯友宜、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等人宣布 4月10號到11號在新北市盛大舉辦 哇!這個系統的像是我們公司的公司 侯友宜市長表示 新北將以大城市做大事的格局闢化2030年 新住民、新領導、新區市、新美學、新創生、新連結 六大城市願景和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合作 讓亞太地區最大的社會創新盛會 讓新北市推動永續的努力被看見 我們今年會四級在地小旅行亮點投資 來郭樂如何進到社會企業的責任 讓我們國家能夠永續的發展 那新北市一定會帶頭響應 因為這兩年我們以永續發展城市 SDGs跟國際來接軌 我們希望藉著社會企業的責任力量來幫助新北市 來創造我們國家最大的永續環境 第四屆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以投資亞洲為主題 預計以實體搭配線上方式辦理 除了論壇之外並首次規劃亮點投資平台 結合新女力創業發表和青年社創提案競賽 歡迎各地對於發展永續議題有興趣的組織 或是個人踴躍參與 記者李立如 趙世淵 新北報導 是恍美ซ我 倫敦 確 Personal 的是 谢谢大家